记者张义成宜兰报道,4月7日是言论自由日,也是郑南荣殉道29年的日子,宜兰县府选在郑南荣从小成长的中兴文创园区举办系列活动,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金也出席,他批评当年率对攻坚的前京北市副市长侯友宜,若侯要参选市长有责任对当年攻坚行动,说清楚将明白。 1989年4月7日,郑南荣为争取百分之百言论自由,不惜在杂志社点燃身躯自焚,用行动捍卫他主张的价值,前京北市副市长侯友宜,当年时任中山分局刑事组组长,正式振讯到当天的行动指挥官。 陈金德金出席言论自由日活动时说,当年郑南荣被依叛乱罪传讯,而自囚在杂志社内七十几天,最后因警方围捕攻坚,而在杂志社自焚讯到,与其说4月7日是言论自由日,不如说是纪念当年的言论不自由。 陈金德接着话锋一转,隔空向当年率队攻坚的指挥官侯友宜喊话,陈金德说,侯友宜当年率数十名警察攻坚,也许是奉上级命令,依指挥办事,但侯即将参选新北市长,已是政治人物,不是当年那位奉命行事的中阶警官,有责任要对当天攻坚行动说清楚,将明白。 他说,侯要从政,应该对当年压制人权言论自由的年代有些想法,如果他没有参选市长,他可以不表达意见,但若要从政,且新北市也是重要位置,就应该对当年言论不自由情况表达看法。 陈金德说,侯事前已经知道强行攻坚,具体郑南荣可能自焚,为何当时还要执行命令,是否攻坚真有需要还是没有转款空间,侯理应向社会大众说清楚。 回应陈金德批评,侯办宜兰县明更关心深奥电厂空屋。 回应陈金德批评,侯办宜兰县明更关心深奥电厂空屋。 回应陈金德批评,侯办宜兰厂空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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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